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0月20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打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昨晚看到市场也关注着 鲍威尔的发言 美国长债息触及五里大关 拖累到美股反复受压 恒之夜起升4点 变动不算很大 待会问Ravi如何看鲍威尔的发言 以及详细认识 很多年未试过触及五里 影响如何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你外围表现 美股反复波动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 道指曾经倒升187点 但未断 美国十年期债息再冲高 曾经触及五里大关 道指一度回落296点 收市跌250点 报33414点 标指跌36点 报4278点 纳指跌128点 报13186点 三大指数已比较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美国的指数曾经回落大约0.5% 欧元升大约0.7% 个别焦点美股 Netflix上季的订户急升 并且宣布调高收费 股价炒高1.6% Tesla第三季的业绩超过预期 股价插税9% Meta跌大约1% 苹果和Google未必 亚马逊靠稳 接下来看焦点的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给本港收市升0.9% 至宣布98.08% 阿里巴巴升大约0.8% 百度比港股跌了大约2% 汇丰控股ADR至宣布61.2% 给本港收市价升0.7% 港交数跌0.6% 接下来看今朝外围的最新市况 道指期货也要偏远 33,495.1% 跌52.1% 亚太区股市普遍要向下 日本市跌0.5% 日经平均指数31247.1% 跌182.1% 南韩市澳纽股市也跌大约1% 至于恒指黑期也要向下 跌90多点 稍后港股可能也要低下 跟Raby聊聊外围最新的消息 昨晚大家看着联署局主席鲁威尔 出自一个活动 发表了演说 也有提到 美国通胀仍然太高 可能需要通过放慢经济增速 去拉低通胀 有话考虑到 目前已经有的加息和风险 局方未来政策都会谨慎推进 如果有额外证据显示经济强劲的话 可能就会支持进一步解释 他认为利率可能未够高 维持的时间不够长 而证据都表明当前的政策都不是太紧 但他同时也提到 如果长债息涨 导致金融状况收紧 可能都会对政策方向产生影响 也有提到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大幅升温 正在构成主要风险 昨晚他说完之后 市场普遍解读 就觉得言论是否整体都偏夹呢 是否暗示 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 议释会议就会维持戏律不变呢 但反过来 是不是只是下一次会议 即是下一次也不保证 但见到长债息就冲破 究竟如何去解读 鲍威尔的言论有什么重点 和市场的反应 我想两样东西 其实鲍威尔的说法 或者说话 我觉得两边都有 其实他一贯地说话都是这样 很少可 很明确地是夹 或者很明确地是鹰 即是他可能有时夹中 又带点鹰 鹰又带点夹 明远都是两边 都所谓戴头盔 其实今次的说法 我觉得都是 有点相对近的情况 没错 其实他说的方向 譬如第一次 讲完之后 其实大家真的会觉得 可能未来这个月底 那个意识会 应该就不加息 嗯 面上第一次 其实市场是先抽上去的 就是股市方面 所以大家 这个可能解读是夹一点 但其实他也有提到一些 可能其他的情况 就是通胀 也可能还未够低 又或者那样东西 其实他没有完全保证 之后不会再加 甚至乎他也 我觉得也有点说法 就是继续维持 就是利率 就算不加了 可能真的 今年加不了 或者一次或者怎样都好 但至少下年 可能真的维持在高 或者相对更加久的时间 其实这些东西 你又可以觉得是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 所以我认为两边 但是真的 如果你没有理会 债市方面 债息真的这样扯高 那自然对于股市 一定是受压 特别一些 可能大家熟悉的 比如科技女 始终债息这样上发 那些增长股一定是受压 甚至乎 其实 说真的去到5A 这是一个很大的指标的关口 所以对于股市方面 我想昨晚跌了 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是最终埋单计 因为债息上了 那你说之后怎么看呢 那刚才刚才说到一点 就是我觉得 其实11、12月 适当一次加月不加 其实真的不是太大影响 就是说真的 加厚就加了25点 又5A两本 5A半也好 或者再高一点也好 其实变化真的不大 因为最劇烈加那一回 去年是三个月开始做了 几十几次75点的时候 但是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都是看下年 真的 就真的觉得 究竟减息是否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空间 或者最终减几次呢 说真的减两次 和减四次 就真的差得完 这里差了半厘 所以这里就会是 大家继续关注住的情况 那以回暂时市场的看法 就是觉得可能下年 又真的可能未必减到这么多 就有少许这样的情况 但是会有变数的 我想一来看经济数据 其实鲍威尔也说不到这么远的地方 都是因为看着数据做人 而已 那他也计算不到 之后的一些数字 而二来 我想下年来计算 其实美国经济的状况是如何呢 其实近这一个月开始 多一点的一些 类似分歧的看法 也计算是有些衰退的风险 然后一转说 如果你有这个因素 是真的出现的时间 其实又减少少息 又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是要再更忙的地方 但是始终 你刚才说的 就是一天来说 债息如果真的不下降的话 那对于股市 就怎样都是有些风险的 就是虽然过去这个 过去的几年 我曾经都试过 债息上 市都大人的 就是美股来说 但是正如刚才说的 传统债息上 其实那个股市 是理论上要收压的 所以这个会 如果你还是这么高的话 就一定不是那么舒服 那美股 再加上这段时间 除了看债息 看言论是应是夹 或者是减息的力度是如何之外 其实最主要就是业绩期 虽然到现在来说 就是出了业绩的标志 成分股 其实普遍都比预期好 但是你可以找出的数目 不多 还有个别也比预期 是的 个别也比预期 但是整体大运也比预期 也比预期好 也比预期 但是我想这个因素 其实各位都说的 就是美股 或者美国的企业 和分析界 沟通得是比较好的 所以很少出来的业绩 是很大的出入 或者预期的机会 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大 这个是否等于 可以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股值的上调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住 因为如果你看回 就是说是预期 但是看实际的盈利来计 其实连续四季是下跌的 所以也反映 其实这些季 也说了很多次 就是股值绝对不是便宜 所以我想 即是无论你加上债息 也不肯下跌 而股值又不是低的 企业盈利又扯不到高的 即是变相我相信 美股方面 整体还是有少少的隐忧 但是也没有办法 自己都类似带回头盔 就是之前过去几个星期都说 就是如果 但是反过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比对不同的市场 美股又有它的吸引位 就是你找不到其他股市买 不知道你买港股吗 所以我想环球性的资金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即是当美股可能调到那么长时间 又会运回头 所以我又觉得 现在美股又不是说 即是会170到尾很深那种 但是你说客人的风险是有的 所以但是跌到那么长时间 又会弹回一点点 那虽然现在看法上 会审慎一点 但是未主要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下跌空间 是 也要看着 债息 究竟有没有机会回一点 还是这么高 那股市的确的影响都比较大 转体的港股上日表现 接着问Ravi怎么看港股 恒指昨天低开192点之后 跌幅扩大 美股曾经低坏 见过17,292点 恒指收跌436点 报17,295点 以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成交价近912亿 波指跌了1.9% 报378点 ATM跌近3% 京东跌超过5% 破底 中资金融股的售额 国售下挫超过6% 中国太平跌近5% 而手机相关股就逆市做好 顺羽升超过8% 小米升3% 看北水盘路 港股现着下跌 再次引来北水低位买货 全日录得17.9亿正流入 个股方面 盈富基金和南科恒生科技ETF 分别吸收5.5亿和4.4亿 中心国际也是2.5亿正流入 正流出方面 中海油和腾讯分别走资2.4亿和1.9亿 若名生物走资1.8亿 只要问Rafi如何看港股 港股更惨 两头夹击 美债息继续升 内地A股 昨天看到也很弱 即使最近的经济数据出来不错 也没有反应 科指昨天就先跌穿了10月初的低位 恒指接下来究竟会否进一步下市前底 现在接下来的支持位在哪 说真的 走势上说可能又会更明显的 因为早前10月初就弹了一阵 由1.7.94到1.8.2.9.0 有点突破的格局 那一刻本身从技术形态上看 好像是想再试高了一点 但始终是技术面还是技术面 但刚好之后看到一些基本因素上看 又令到市场看法上 继续省省省省 一方面来说 当然也是继续困境住在外围方面 债息也是这么高 或者大家对于息口方面的预期 还是觉得维持高位比较久的时间 那自然对于港股是有个收压 以及始终 当然你说港股本身伺有一个低位 但是港股对于息口的敏感度 又好像逗择到价位估都还是比较高一点 就是这也有点意外 所以都令到股市方面 都是再由高位积动回来 而年价之后内地那边 曾经一度有多武器 譬如内地 不论你之前既賃经济也好 到之后既賃A股也好 其实也有很多招数出的 但结果你见到连A股 其实到这一刻都不是太有大反应 所以对于港股来说 也没有一个再终部的推动 而连带上当然像你所说的 就是经济数据 虽然内地就整体比预期好 但是暂时的堆移 我想大家又不会放到非常大 或者搞得很正面 所以你看到加加买买 其实对于港股暂时的刺激性 真的不是太多 也令它由高位又要退下来 昨天更加大均下来 所以我觉得从走势上说 现在有明显地转弱 因为一来穿一些军线 而二来刚才说的 比如9000RSI又下回 只有39 那又是转弱了 所以从那个位置上看 又暂时可能试试 10月初那些低位先 17094 这个位置也很关键 一来就是月初低位 二来都是暂时今年的低位 所以如果你说能够这些位置站得住 那未主要是逢底破底 可能也有少反弹的空间 但假设这样说 要这些位置再穿下去 当然我觉得再下跌的空间不是太多 因为估值真的不是贵 但问题就是如果穿了位 那你从整个走势上说 可能慢慢下回16800这些位置 那我想都是这样去看着先 但是始终上面 刚才说的就是 但可能是先看着尽一点 50天线 那如果真的能破到的 千万再加近再高一点 因为其实另一个港股 我想最大的问题 其实过来都经常说的就是 估值真的升不到 就算我不计计你外围 内地因素 或者刚才说什么的影响也好 但是本身自己的港股估值也不赚你 如果你像美股那样 你能够trade到20多倍 那没问题的 但是你真的不行了 所以就变相 扯不了太高估值的时间 大声一定没有条件 只不过就是 过去都说 很少乐观地看 就是觉得可能会有机会 走着反弹 或者再弹高一点点 但是 所以变相唯有真的这样关一关去看 我想大的趋势 大的方向是特别向上 其实暂时港股真的不明显先 我跟你们 gute期待 走成交人